大家好,我是茉莉芬芳 岁月如说,2023年的第一个月又要快过完了 今天来看看台湾南昆生代天府 永连寺、大农统保安公、仁寿公、向太公道场 及命理师王妙坤对2023年的台湾国运的预言 1.南昆生代天府位在台湾台南北门 台湾王爷种庙台南北门南昆生代天府 于2023年的大年初一 以五圣杯抽出第十五签 贾银唐太宗令五妹娘赏花为国运签 签示内容为于今此景正当时 看看玉土百花亏若能遇得春色到 一扫清吉脱尘埃 唐太宗令五妹娘赏花 庙方解读唐朝市开唐盛市 从签议来看 今年的民生经济一定向上发展 民生经济好了 自然国泰民安 而这支签也代表国家新荣的时机开始 是上上签 也是庙方十三年来首支上上签 总干事侯贤迅说 南昆生代天府的国运签向来不论政治 只论民生经济 唐太宗令五妹娘赏花 这支签有很好的寓意 因为唐朝是盛事 外邦都来朝拜 所以代表 从今年开始 台湾的民生经济一定向上发展 只要民生经济好 一定国泰民安 政府只要把经济顾得好 人民就会感受到的 南昆生代天府2015年 国运签 五折天坐天 被解读台湾会出女总统 后来果然应验 今年又抽出五妹娘赏花 信众都折折成奇啊 二 永连寺 新北市卢州区永连寺21日 深夜抽出俗称的 公签的国运签 抽出代表 市农工商的国运签 一 市签 代表政治国运 夏中 签示内容是 梦中说梦或多财 身外扶民种莫猜 谁远山摇南信地 贵人一指笑颜开 永连寺委员杨连福指出 代表政治国运的市签 本来是夏中签 但在解签时 是以终极签看 代表台湾未来 整个局势是先苦后干 政治优喜参半 从国势来看 现在政局混沌不明 到底有利执政党 还是在野党 仍然看不出来 自私自利是有危险的 唯有倾听民意 也就贵人 才有机会 二 农签 中下 签示内容是 莫听闲言 是与非 成婚只好念阿弥 若将妄语为真实 画饼如何 聊得机 杨连福指出 代表画饼充饥 只能看吃不到 今年的农业收成 可能有一些状况 执政当局要多警惕 注意天灾人祸 三 工签 这代表科技工业 大吉 签示内容为 宛如先鹤出繁荣 脱雀鸡迷处处通 南北东西无障碍 任君直上九孝中 杨连福指出 此为 先右后级 上半年景气不好 下半年会反转 逆转胜 四 商签 上上 签示内容为 东方月上正残涓 请客云遮 月半边 莫到原时 还又缺 需叫缺处 复重源 杨连福指出 刚开始被乌云遮住 最后逢凶化急 都是急事 三 大龙桶保安宫 大龙桶保安宫抽出 还君自在任签移 大龙桶保安宫于 年初一抽出国运签示 是代表国运 整体运势的 宝生大帝第52首 还君自在任签移 签示内容为 一心衰急马行迟 扁周遇渡遇风时 等待明朝 古浪袭 还君自在任签移 签示大意为 虽然心里满是着急 但却碰上马走得慢 想要换个方式 加速目标 却又遇到挫折 但只要等到时机平稳 就可以自在地往前行了 4.仁寿宫 拥有168年历史的 桃园大元仁寿宫 去年预测 前新竹市长丁志坚将退选 结果应验 这次各界也想看 仁寿宫这次抽出的 新年五大签示为何 1.国运签 言语虽多不可从 风云近处未形容 暗中发得明消息 君尔何须问虫虫 这首诗的解说是 虽然已经很多 不可以随便提虫 因为若风云不动 龙是无法升天的 必须等待风云际会 就可一飞上天 你在暗中既已经发现 明处的消息 就自己决定何去何从 何必一再地问神呢 这首签示告诉当事人 做事情自己应该要有主见 不要听从人家说 那样就那样做 说这样就这样做 人多口杂 最后无所适从 不必问人 也不必问神 做事情要靠自己 权衡利害得失 然后自己下决定 这样才会有成就 民故有意在中央 不需祈祷心自安 看看早晚日过后 及时得意在期间 三 农迁 前途公民未得已 只恐命内有交加 两家必定防损失 劝君且退末之间 四 公迁 于今此景正当时 看看玉图百花魁 若能遇得春色道 一扫清急脱尘埃 五 伤迁 总是前途莫辛劳 求神问圣往事多 但看鸡犬日过后 不需作福事如何 五 将太公到场 阳明山将太公到场 请示兔连国运迁 将太公似于上上挂 迅昆 迁示内容为 欲出昆缸时 周里骨盾贪 寻藏中有望 用舍不为难 道场主席罗世新解谦表示 台湾在市局混沌当中 将会脱颖而出 但关键在于 奎格是否改组 并警示当官者要有风骨 当进则进 当退则退 上台有上台的智慧 下台有下台的优雅 否则将带来整船溺水 对于2024年 总统热门人选 将太公到场 也一并请示挂象 新北市长侯友宜 虽然在政治人物 民调高居第一 但提名之路 艰险坎坷 必须在最短时间 化解蓝银选民 对其蓝皮绿谷的印象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虽然于2022年 九合一大选建功 但气势必须强化 台中市长卢秀燕 运势很强 挂项显示 他四季而动 另一方面 副总统赖清德 将会成功协调 党内各派系立场 成为绿营共主 前副总统 陈建仁将有新任务及使命 极可能接替 苏贞昌担任格魁 鸿海科技集团创办人 郭台铭 原本口含龙珠 可惜掉到水里 外星的是龙珠仍在 以及仍有参选总统的机会 前台北市长柯文哲的 政治实力已经大不如前 挂项看出 柯文哲想率团访问对岸 从两岸交流突围 代表战斗栏的赵绍看 则将在大选扮演 举足轻重的角色 6.命令师惊爆 2023年将有资深艺人陨落 扭转国运 领导人必做一件事 根据CTWANT报导 感应战普师王妙坤抽出第五签 燕昭王为郭伟筑黄金台的国运签 签示内容为 一处绝地要求全 努力求之得罪先 无意二然遇知己 相逢携手上青天 分析2023年国运 一由于气候变迁来年 天灾状况仍然频繁 地震强烈台风 容易造成土石滑落 淹水等 二 野艺圈将有资深艺人陨落 三 股票维持上下波动 但仍然能够维持一定水准 拜夏天时节 会有能向上抽刺的机会 提醒投资人可以好好把握 四 政治方面 蓝绿两党运势都不错 两边维持不相上下状态 但第三 势力小党 则会慢慢向国民党靠拢 但有各自的想法 要联手合作的可能性不高 五 两岸关系方面 台湾仍然会被打压 但能够维持平衡 2023年 中国大陆攻台机会不大 因为双方在国际上 都有需要面对的难题 双方也都会得到其他国家支持 但这些国家 大多更怀心思 执政者应多提防 整体而言 来年国运属于先弱后强 领导人要能够广纳闲良 才能扭转乾坤 下半年是国运向上的开始 特别是秋天 则是国运强盛之时